原因还不仅仅是因为 丈夫没有出生孩子的钱 似乎跟这个婆婆之间 也有了一些矛盾 蒋阿姨啊 您先跟大家说说 您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 我想想我看完的洗手上哪去了 我来找完的洗手 我们通过刚才的了解 得知就是在您儿媳妇 生孩子的时候 您都没有去过医院看望 有这回事吗 哎呦 她去过 我去过 她跑上黑楼去了 我去过没有拆了 我一命都去了 我去了 阿温说的 她给那个保养员 我听错了 我听了 她说给那个冬去 我去了 我跟她等 你说整个地方没有参加 地方跑错了 地方跑错了 那之后呢 您找着了之后 有没有在医院里照顾孩子 那我跟她住了 我不想害她 您在那住着呢 我跟她住了 我不想害她 那我再问问您啊 阿姨 您对这个儿媳妇 在你们家里的表现 满不满意 那满意 那啥不满意啊 可以吃饭 满意整个 漂亮的成年下午的 就是主要是 亲家在里头 整个成年漂亮的下午的 现在我想问问 蔡先生 你老婆对你爸爸妈妈感情怎么样 够孝顺吗 不够 就是她不做饭 就是在忙的时候 她都不做饭 在家里什么都不干吗 洗衣服一般都是我洗嘛 那你老婆在家里都干些什么 就是说睡觉嘛 睡觉 对 一般晚上她不睡 就是白天睡 那她晚上不睡觉都干嘛呢 就是跟我 晚上不睡 就是跟我吓唬闹啊 就是我睡觉 她就打我嘛 她每天就是吃安眠药 才能睡得着 然后吃完安眠药之后 就是叫也叫不行 那这样的老婆你还要啊 但是我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我经过娶这个媳妇 我把家产都当了 所以我也没办法 所以我能过就过 自从妻子怀孕后 情绪变得容易急躁和忧郁 起初采先生对此也没有太在意 可是没想到 妻子刚什么孩子 就狠心抛下孩子离家出走 她这么做究竟是出于自愿的 还是被强迫的呢 只有找到珍珍本人 才能解开所有谜团 根据司机提供的消息 珍珍和父亲王耀海 从妇幼保健院上了车之后 就被送到了乡里的家卫生所里 那么珍珍究竟有没有来过卫生所 她现在有没有在卫生所呢 她当时住的是这间房子 她当时一个人住 还几个人住 她当时一个人住 她爸爸每天 她爸爸来陪她 她爸爸来陪她 医生告诉我们 根据当地习俗 女人生亡孩子的第一个月 是不准进娘家门的 珍珍便在父亲的带领下 在卫生所住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满月之后 珍珍去了什么地方 医生也不清楚 借着向周边的邻居多番打听 终于找到了珍珍 那么究竟珍珍心里是怎么想的 对于自己的这个家 她又是有什么看法呢 珍珍今天 不太愿意来到我们的